在休旅车当道的现在,其实有一款车始终受到很多车迷的喜爱,那就是苏巴路的跨界高底盘先贝越野车,其中让车迷相当期待的The All New Crosstrap正式在台湾发售了,大家最关心的售价部分,预售价就定在115.8万,而且可想早鸟里2万元优惠,预售期间前100名下定的车主,加码在赠市值3万元的风格帐篷露营组, 但面对市场上热门车种像是福特Focus旅行车或是MGHS 2.0T,都开出110万以内的售价,苏巴路Crosstrap的预售价定在115.8万,相当考验车迷的忠诚度,但这辆车可不只是把底盘加高而已,更有着苏巴路多样独门武器。 接下来就一个一个跟大家说清楚,这辆车到底有多厉害,为何不止日本车迷相当风靡,连海外地区都为之疯狂, 首先是外观有着风潮式六角形水箱护照,极光LED头灯,前雾灯,前轮湖岛流保护士版,以及动感优雅的车尾, 包含熏黑立体系行为灯组,后薄赶导流保护士版,以及进风后尾翼,车色更有钢铁银,珍珠白,金战黑,魔力红,铁骑灰,药海蓝,新池蓝,以及独有的湛海蓝,新陈蓝及燕日红超多种类的时尚车色。 此外苏巴路四大核心科技也没缺席,包含水平对卧引擎带来低重心操控性,搭载功能再强化对称是全14区系统和SGP全球模组化底盘, 也导入最新的iSight 4.0智能驾驶安全辅助系统进化版,新增一颗超广角镜头共计三颗镜头,可针对行员与低速前进的脚踏车,提供更全面的侦测功能, 令同步新增自动紧急转向辅助系统,LDP车道偏离辅助系统,以及LCF车道维持至中系统等多项功能,内装最大亮点就是超大的11.6寸智慧影音触控荧幕,包含恒温空调控制面板也整合在内, 前座椅也采用高包覆性人体工学设计,行李箱空间则是从354公升起跳,最大可扩充到1261公升, 至于动力部分沿用自然进气2.0升水平对卧4缸直喷引擎,可输出156匹最大马力,20公斤米最大扭力, 搭配可模拟8速手动挡位无段自排变速箱,0-100公里加速时间是10.5秒,急速则是198公里, 搭配整合陡坡缓降的双模式XMODE系统,进入角离去角跨越角分别来到19.3度、31.2度以及21.3度, 让这辆外表酷炫的跨界车型不只是底盘加高座座样子,而是真的能实现越野,让车主可以畅游山林之间。 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哦!